有很多災難的部分 因為很少有人這麼期待 因為呢 這個東西發明 非常謝謝老師 今天下午我看了很多災難的部分 而且非常少人 把這種災難 整個從頭到尾記錄下 往往我們看到的新聞 都是片面的 那因為我本身有在兼職當島嶼 我常常在金瓜石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大家說 七八十年來 從基隆德華線 快開始 整個金瓜石的礦 就已經 都沒有辦法開採了 就已經開採完了 所以我們有的國土只有這麼一個而已 所以我 非常謝謝老師說 能夠把這種資料 不常識的能夠告訴大家 我真的覺得說 這也是我們在做環境 教育裡頭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往往很少能夠拿到 這一部分的資料 那也很難去做這種解說 所以非常謝謝 我也說 也跟大家講 跟大家建議說 如果說你有機會的話 不妨把這些台灣這種 國土耗盡的這種情況 也能夠多漸洋 促清 對 這也是我們辦這個園隊的根本的原因 然後就是開啟說 到處理你們這些 而不是說有要謝謝我 我要謝謝你們 願意來拿 因為我往後一滴一滴滴 一來一多 希望你願意接受 我說基壽 不是叫你去扣筆 而是經過你自己的檢證 經過你的財旗 你的自由心證 加上你的智慧 去走向 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出來 我已經說過了 我不是要培養聽我話的人 怎麼樣 從來都不是這樣 幸福啊 誰在歸他 我是希望 甚至有抵探思維能力的人產生 而我給你的東西 客觀事實 客觀真理的東西 你就應用的很相信 我的價值系統有問題的 或不符合你的東西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去詮釋 那有自然 有人文 有種種 那我只能點到為止 至於真正的這些未來很多資訊 我要一個一個一個課程弄出來 結果請記得耶 你今天來這裡是一個開始 而不是一個所謂結束怎麼樣 沒有那一回事 或者永遠有新的課程 那也希望大家互相勉勵 OK 再來一個問題 請